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2月26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迹 首先来看沙地阿拉伯国王萨勒曼 今天大驾光临马来西亚 为了迎接国王自2015年登记以来的首次到访 首相纳吉和国防部长西山穆丁亲自到机场迎接 此外我国也在国会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萨勒曼的代表团成员多达600人 包括沙地阿拉伯王室成员及内阁部长 因此我国政府也准备了超过100辆交通工具 接载代表团成员 据之 萨勒曼会在大马进行4天国事访问 并且签署数项协议备忘录 及早前宣布扩大禁烟区范围之后 卫生部将从6月开始在全国执行 也就是说到时候只要在禁烟区吸烟的违法者 将接获罚款最高5000令吉的传票 或者是被控上法庭 面对罚款1万令吉 或者是坐牢不超过两年的最高刑罚 卫生部公共卫生副总监洛曼表示 全国的1280个公园已经被列为禁烟区 多达4504名官员每天会到全国的禁烟区进行巡视 一名只有17岁的少年 今天在妈妈和哥哥的陪同下 向媒体自述了自己陷入赌海的过程 据之 这名少年的14岁那年 以20令吉试完了马迹之后 就沉沦于赌海 除了参与赌博还自行开盘 结果现在背负了超过20万令吉的债务 虽然在通过家人的帮助和向亲友借钱的方式 还清了赌债 但这也让他必须辍学打工 以便逐月付还向友人借的债务 另外 少年的母亲也声明 不再替孩子偿还赌博债 同时也揭露 有不法集团利用社交网站 招揽青少年上网赌博和开盘 所以希望借此提醒家长 关注孩子的一切 怀疑是警员疏忽 导致一名囚犯趁机逃脱 这起事件就在前天傍晚的6点25分 发生在双溪茅末的监狱 据之事发时 这名被严扣的逃犯 连同另外37名嫌犯 共乘警方卡车压返监狱 怎么知道下车时 警员没有点算人数 让逃犯躲在卡车内 当卡车要开回停车场时 逃犯便趁机跳车 冲入监狱旁的丛林逃跑 目前警方还在追查 再逃嫌犯的下落 那今天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也祝您晚安 百个大事记是由Anthish Nutri-Grain子骨粮为您呈现 Anthish Nutri-Grain子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